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预读 一个卑微的职业,要得现代,他至少算是个基层公务员 如果有幸身在小县城里的话,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的 可如果你身在宋代,那可就不好说了 一千多年前的狱卒,不过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苦差事而已 待遇不高,也没啥社会地位,一辈子与那些犯人打交道 也一辈子默默无闻,咱今天要讲的这位骑士尹一样 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巡视,嚼舌头,偶尔有了新的犯人 便可以吓唬吓唬人家,有心思活落点的,还会给你积两银子 算是为数不多的灰色收入吧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只在一本史书上出现过,叫岳飞转 除此以外,你再看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这很正常 因为他本来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预读 只是因为帮了岳飞一个忙,所以才名垂青史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式的 刚才提到的那个男人就是岳飞,就是那个被赵构和秦桧联合陷害的民族英雄 一开始,他只知道这个男人很有名,知道他是个大英雄 但作为普通吃瓜群众,他却无从得知岳飞为什么会是英雄 而皇帝又为何要陷害他,他只知道好人不应该被关进来 但既然进来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他一个小小的狱读,能做的也就是多照顾他一些 仅此而已,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可是没想到 这个男人后来居然死了,死在了一个叫风波亭的地方 而且朝廷三令入身,不准百姓为他收尸 奎顺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这么做 但他坚持认为,人死了,就应该住土为安 于是,这个小小的基层,公务员做出一个大大的决定 他要为他收尸,据岳飞传记载 在一个深夜,他偷偷出城,来到风波亭 为那举寒冤而逝的尸体擦干净血迹 然后用绳子把尸体绑在自己的背上 然后,翻过城墙,来到一个叫九屈丛祠的地方 挖了个坑,将尸首埋得进去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临走前 他多了个心眼,将岳飞的玉环系在了尸体的腰下 然后又在坟前栽了两棵树 作为记号,一切安排妥当后 他便在城外打了个盾,等城门一开 便溜进了城,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几年后,他死了 临死时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 并做出个神奇的预言 以后,朝廷一定会为这个英雄平反 到时候,你就可以去告官了 各位,一个吊丝 对朝廷与岳飞并没有多么专业和深入的了解 就凭着一种淳朴的直觉 居然能做出一个如此精准的预言 小编对此真是佩服之极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果然 二十一年后,宋孝宗登基,立驻北法 于是,当年那个指导黄农府的男人又变回了英雄 朝廷贴出告示,重金寻找尸首 奎顺的儿子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他将父亲所做之事告诉了官府 凭着当年留下的记号 尸首被挖了出来,又重新下葬 小编认为,这个狱毒是渺小的 只是个吃瓜群众 但又是伟大的 为了心中那份淳朴的正义 居然敢冒着生命危险 却被岳将军收尸 而岳飞更是幸运了 他因百姓而亡,最后因百姓而活